从首尔驱车三个小时,我们来到了碧海之冰的江陵。 日出之前,人们三三两两地开始聚到了一起,他们就是要到正洞机去看日出的人们。 不知不觉间,也是红霞满天,太阳终于升起来了。 东海岸和大海营造出的迷人风光,真是难以形容。 这瞬间的感怀将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里。 因为我第一次从海边开始,所以有没有见过吗?我觉得手机就很神奇。 郑东京最有名的就是这轨道自行车,它让我们能和大海走得更近,能更从容地欣赏大海的风姿。 让我们也来坐一坐这轨道自行车吧。 郑东京的轨道自行车行驶距离不长,拖度很小,所以男女老少皆宜。 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它,都会让人心潮澎湃的郑东京遣害,今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 在江陵有多种段的体验活动,江陵的咖啡街和咖啡博物馆都非常有名。 观看多种段的咖啡器具,了解咖啡文化和历史,而且这里还能亲眼看到在韩国难得一见的咖啡树呢。 在这里,可以亲手烘焙咖啡豆,可以体验咖啡神奇的前期制作过程。 很多人都说冬季是一个孤独的季节,那么就请利用这段空闲来将您做一次浪漫的旅行如何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